我们现在线上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 来自乌克兰的朋友 莎莎 莎莎请你稍等我一下 待会有些问题要请教您 那当然 对不起 我知道这有点残忍 有点残酷 但是在跟您这个 聊聊之前 我想请大家也先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是很多这个乌克兰的朋友 我想就是莎莎的同胞 在这一次的 这个交火当中 非常仓皇失措 努力求生的画面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其实更多啦 还有很多我们是定格的 所以我们没有去找太多动态的 因为就像我说的 太多动态的 第一个我也不希望 让莎莎觉得不舒服 那我也不希望让台湾人 有一些这个错误的认知 那甚至有些画面 它的来源也不见得正确 所以我们挑了一些 而且我们觉得应该是符合现况的 也就是现在在乌克兰这个正在发生 ING进行式的这个状况 那莎莎有听到吗 有听得到你好 有听得到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这个时候 请您这个跟我们视讯连线 那当然我想大部分的台湾朋友 包含我们现场来宾 是很关心乌克兰的状况 那更关心也许 我们不认识语言不通 但是我们都是人 更关心在乌克兰 现在包含莎莎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他们的 你有联络到 因为我今天看很多新闻 他们是联络不到当地的家人 那您这边是还好吗 我联络得到 我今天早上 就是因为我们时差 我就看到了 我一起床 我就看到了新闻说 就是俄罗斯开始打乌克兰 我就马上开始打电话给我的家人 但是他们就是我的城市 里几乎有一段距离 有230公尺 所以他们那时候 我打电话都没事 但是才几乎已经有开始 人家听到炸弹的那个声音 所以我很多几乎的朋友 被炸弹醒来了 吵醒了 所以我就非常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我父母没有接电话 原因是什么 很安全或者是已经很糟糕 就是真的很紧张 然后过了几个小时 我就已经有联络 跟我爸爸妈妈 他们就是说目前状况还好 但是过了一两个小时 我就看新闻在维尼采 就是我的城市那边 就是已经开始 人家已经开始听到炸弹的声音 越来越近了 对不对 越来越近了 对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很多人也跑去银行 那就是所有的钱领出来 有一些人没办法去加油 因为又没了 大家去市场抢东西之类的 所以大家又开始紧张 但是我妈妈说的也对 就是他们现在也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跑到那里也不行 因为大家也没办法放弃所有的东西 为了避难 对也不可能说把整个家当都不要了 跑去避难嘛 所以这个确实很两难 那我看到这个莎莎 我知道你非常非常紧张 那这个我们也实在是不能安慰你什么 就是非常感谢你跟我们连线 那所以这个我蛮想知道 就是像刚刚莎莎你听到 这个家人在乌克兰 那当然离基辅可能有些距离 你刚刚应该是说230公里 那距离有点远 那有点远的状况 一开始当然如果基辅发生战事 你可能是听不到那个炮弹声的 那很显然后来慢慢炮弹声越来越近 那可能是这个战区有所扩散 因为这个毕竟俄罗斯今天就话讲得很白嘛 我们就是要把整个乌克兰都拿下 那家人现在暂时安全 所以我想你也先不用太担心 但是这个战争不长眼啊 你不晓得他哪一天会突然间 也许几小时后 也许明天他就蔓延到自己身边了 好那刚刚莎莎也说了 家人是不可能离开的 我也不晓得我舍不得我的家啊 这个我的房子啊 我的财产我舍不得 那我也不知道要去哪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就说因为这个战争现在是已经发生了 正在进行事 那政府理所当然应该有一些措施 告诉民众我们该怎么办 那所以现在在乌克兰杀杀你的家人是 政府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指示 或者是帮助 告诉他们到哪边避难 或是到哪边这个躲避战火 或是叫你留在家里 或是叫你赶快离开 政府没有这样的指示给你的家人朋友吗 就是政府一直说要听新闻说什么 而且总统说就是如果现在状况是算稳定的安静 你就是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躲起来 所以大家都一直看有哪里有地下室 或者是其他的比较安全的地方 可以在那边躲 但是我基父的朋友他们 就是我很多基父朋友都是有小孩 所以他们也要照顾保护他们的小孩 然后他们一开始要离开基父 但是离不开是因为塞车 他们卡住了很久才回家 就是真的离不开城市就对了 虽然本来是想离开 但是因为塞车根本走不了 只好又回家 对 那除了塞车我想应该是很多人 甚至是徒步啊 徒步想离开 我想这样的人也不少 那你的朋友现在就待在基父吗 可是基父现在就是一个战区啊 天啊 他们没有想要用其他的方法更快速的脱离吗 目前的状况比较 就是大家要冷静就对了 因为如果大家开始乱跑 这样子会更恐怖 而且我是觉得俄罗斯的目的 就是要赶快把所有的乌克兰人吓到不行 就是等到大家放弃 但是幸好我们的军队也蛮不错的 所以今天俄国拍了好几个飞机 很好我们的军队都有达到他们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安慰我们的事情 就是大家也没有那么担心 是因为我们的军队也OK的 很勇敢保护我们的国家 很勇敢保护这个国人 那莎莎对不起我想请教 就是说在这个战事发生之前 因为我们讲总是有一些预兆 那像我想这个你的家人应该有看新闻 但我们在新闻上得到的讯息 包含这个美国总统怎么说 俄罗斯怎么说 欧洲各国的反应等等 那都不会有当地人的这个讯息 就是您的家人来得更准确 所以我比较我更好奇的是 你的家人朋友在当地 在不管是基辅或者是 这个你的家乡距离基辅比较遥远的城市 他们在开战之前 甚至第一发飞弹打过来之前 他们有被先告知战争准备吗 还是他们也都不知道 没人知道睡梦中 蹦的就大家吓醒了 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打战已经很久开始了 很久以前 已经8年乌克兰跟俄罗斯打战 而且不是乌克兰跟俄罗斯 是俄罗斯打乌克兰 我要大家很清楚了解这个状况 乌克兰完全没有攻击俄罗斯 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8年前我们的乌克兰的东部边界 一直开始一直有打战 俄国一直打乌克兰 所以已经8年 大家好好地保护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好好地做准备 只是今天早上 不停这样子临时打我们 我就觉得这样子很 不应该这样子做 而且大家是 我看新闻它是说 4点快5点早上开始打 对 就一大早的时候 那个是怎么样 人家在睡觉 怎么可以 就是每一个打转都不好 但是这样子有一点点真的丢脸 这样子打就是 偷袭啦 有点不够光明正大的这种感觉 那广哥还是 这个有没有要跟我们莎莎聊一下 我先请问一下莎莎 你家里是离基辅230公里 它是比较靠西边还是比较靠东边 还是靠北边 它就是 它就是中部 中间那边 在中间 所以应该是西边 比较往西边 基辅往西边走 所以目前应该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吗 也不能说 因为我们的城市附近 就是威尼沙区 也有一些地方那边就是我们的 就是可能炸弹墙之类的 就是那个库城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怎么讲 反正我们的主要的威防都是在那边 所以在那边 有重要设施在那里 是的 就是离我的城市可能半个小时开车就到了 所以在那边也是今天开始 最近到那个炸弹的爆炸 就是俄国会搭那些地方 为了我们都没有那个武器 所以就是不会好好的保护自己 所以也很难说 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 哪一个地方比较不安全 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城市都不安全 那那个莎莎我想请问 因为你刚刚说其实 我想在这个乌克兰的朋友 他应该心里可能都会这个 有所这个警惕啦 这个早晚有可能发生战争 所以你们一般在家里面 你们会准备一些物资吗 比如说准备好矿泉水 准备好急救箱 准备好一些干粮食物 以备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危机吗 我其实之前 就是可能这个月或是两个月之前 都没有问我妈妈有没有做好准备 因为我不想她担心 我知道他们应该看新闻比我多 但是我还是不敢跟她开始讲这个话题 但是我有问过我的肌腹的朋友 他们都说他们都好好的准备 他们的宝宝就是犯护照 我不知道任何的重要的资料 钱什么一些事物 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 他们就好好的马上可以离开 但是发生了事 然后也没办法离开 所以现在家人在 目前看起来是暂时安全啦 那不晓得要撑多久 所以在家人这边 有没有跟这个爸妈谈到 就是说在物资取得的方面 现在会不会有困难比如说饮水啦 或是你刚刚讲的汽油 甚至是吃的东西 会不会到时候没有了 我想撑都撑不下去了 汽油撑得没有了 我的舅舅刚刚又跟我联络 他就是一直开车找那个加油站 他说一直找不到油 然后大家一直抢那个药局 因为不知道再次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们就是要做好的准备 然后我是看过有一些市场 超级市场真的大家都欠东西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panic而已 我是觉得如果才冷静一下 可能就是可能不需要那么急着 但是大战是哪里可怕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时刻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大家我相信也没办法冷静 我今天一整天从早上到现在 我的身体一直发了 我就一直哭 我也我虽然算很远 但是我也没办法冷静下来 所以我想不到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现在感觉到什么 我完全理解你的这个担忧 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会更 更让人民生活直接受到威胁的是 因为战争发生了 好像刚刚这个莎莎说的 会有一些panic 会有一些恐慌 那恐慌就会造成什么 一些违法的治安问题 抢劫 我没有东西吃了 我就冲到你家去 看你家里没有什么东西 我就把它这个搜刮一空 不过莎莎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在这个吓你 我希望不会发生 我也希望你的家人 这个一切都可以平安 那莎莎对不起 最后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我知道你心情有点复杂 谢谢你 那你现在到台湾多久的时间了 五年多了 五年多了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政治一点 就是说刚刚其实我们的来宾有提到 过去包含台湾跟国际的媒体 都认为世界上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其实不是乌克兰 是台湾 对不起 那所以过去这段时间 你的家人有没有很担心 因为在乌克兰大家可能对于战争这件事情 它是比较能够预判的 甚至比较能够接受的 但在台湾其实 我们现在台湾人是 对战争是非常陌生的 是基本上人民是很难 不像你们一样 是有那个准备的 我们根本没有准备 那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国际社会 普遍认为台湾是比乌克兰更危险的 所以过去这几年 你的家人是不是反 或有没有反而很担心 在台湾的你 比担心他们自己更多 就是我也没有跟他们讲一些台湾的问题 因为我不要他们在街上担心这个 因为乌克兰状况现在真的很糟糕 在这上就是你在乌克兰看新闻 不会在台湾看新闻一样 就是在台湾新闻很简单 很快乐什么的 在乌克兰每天那边杀人 那边开车车祸什么的 那边战争 那边疫情什么的 所以我根本不想跟妈妈分享其他的别国家的问题 所以真的跟他说没办法 但是我的朋友最近也有问过我们 就是在台湾的朋友 就是你们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大家也会看国际的新闻 所以我现在真的很难开口 因为我真的很怕 我现在说什么 我就就是你知道好像跟梦一样 你就是一说很怕他 就是会做成一个是真的东西 所以我真的现在连想都不敢想 了解 那莎莎这个当然你也来五年了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的难以 比较难开口啦 但是我还是这必须问 就说以你的观察 因为今天有人在讲说 哇所谓这个今日 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可能哪一天不一定 就会在台湾上演 就说像这样子 这个人民必须面对战火的 威胁的这样子的情况 那你觉得这种事情 它是以你在台湾的观察 这个我想两岸关系 你看新闻大概有一些了解 你觉得像这样子的预言 或者说川普总统的示警 会让你担忧吗 其实很多人也说 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欧 现在这个事情造成打战 但是我如果没有 如果我们没有加入北欧了 俄国会把我们的城市 很多城市或者是全个国家带走 所以其实乌克兰现在没有选择 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 怎么做俄罗斯都不会放弃的 那我就选一个我们觉得还有可能改变的路 大概是这个感觉对不对 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加入北欧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有河南的那个威风 所以这个更恐怖 但是台湾听说了 因为我不太了解台湾的状况 听说了 好像美国也想要把北欧的军队放在台湾 曾经有说过要驻军 对 所以有一些国家不喜欢这个idea 所以我怕这个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我真的我不敢说出来 我的想法是怎么样 但是我只是希望 勇敢的讲不要怕啦 我们就是想听你讲啊 别害怕 不要怕 你勇敢的讲没关系 我真的不知道能相信谁 因为政治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人家赚很多钱 所以谁比较 对谁来说打仗是最好的方法赚钱 也很难说 对美国对俄罗斯我也不知道 事实上我也不想知道 谁要赚这个钱 我只是要我的国家 我的父母 我的弟弟 我的朋友都安全的都平安活过生活 我完全不想知道谁是要开始打仗 我只是要知道谁可以停这个打仗 或是打仗是谁可以保护我们 对但是我觉得打仗不会保护 打仗是只有带来死亡而已 然后很多人说就是俄罗斯人说 我们能说我们能说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我知道很难跟这个政府很难做任何的反对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站起来说 是一定有效果 我现在听一些俄罗斯的新闻是真的会被洗脑 因为俄罗斯的新闻一直说是乌克兰攻击 俄罗斯完全并不是这样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要大家不要相信俄罗斯的新闻 然后俄罗斯人他们都付钱 付水对不对 每个月每个月每一年都有付水 那个战争是靠什么钱 靠谁的钱 当然是人民的钱 我觉得如果人民不想要那个打仗 他们当然可以反对 他们可以抗议 他们可以做任何的活动 所以我希望以后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谁跟谁会打架 谁跟谁会打架 我只是希望大家 因为国家不是总统 国家是人民 所以如果人民打起来 如果人民站起来说我们反对 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相信总统也不会有别的选择 就是听人民 了解 好那这个我想这个莎莎应该 讲得蛮清楚了 就是人民要有感表达意见啦 对啦那我也希望就是莎莎 你这样安慰也真的其实没什么用 但是我还是希望莎莎加油 加油乌克兰加油 乌克兰加油 真的加油 谢谢 不要难过啦 不要难过 一定会紧张 那我觉得你就随时跟家人保持联络 那如果真的有什么 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帮不上忙 但我欢迎你可以告诉我们的同仁 你跟我们同仁留个联络的方式 应该有啦 告诉他们说你可能想透过这个媒体 讲一些什么话 或者是传达一些什么讯息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忙 那我也相信你的家人 在乌克兰会一切平安 你在台湾 谢谢你们 也会平平安安 好不好 加油 莎莎加油 加油 拜拜 大家都要加油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 人民要讲给总统听啦 有听到没有 如果说 人民愿意站起来 总统他就不会一意孤行 但偏偏我们有 台湾有好多的人 现在都觉得说 跟他拼啊 好戏 干他 就造成现在这个状况 造成现在这个状况 好我们看到 这个在乌克兰 东边也有城市的居民 被拍到这个炮击的画面 然后这里我们给大家看到 许多许多 各位我给大家 这个画面我真的是 这个我们都 这个我们不给你看画面 因为这画面太血腥了 好他真的就是刚刚我们讲了 包含这个莎莎的家人朋友 好包含这个CNN的这个记者 好他听到的是那种闷炮声啊 砰砰就很远的地方 可是这几个画面 炮弹是真的就在你身边爆炸 有看过战争片吧 走走走踩到地雷 那个叫支离破碎啊 确实就发生了 这个画面基本上 这个确定是在这一次的这个 算是战争了啦 里头发生的这个悲剧 这基本上是确定的 所以这是战争啊各位 这是战争啊 这才是战争啊好不好 来这个俄罗斯现在有所谓的两阶段进攻啦 好那不管了 反正他现在有人说进行到第二阶段 就说了四波进攻啦 先飞弹再怎样怎样 有人说进行到第二波第三波了 好那依照莎莎的说法啦 我知道莎莎他的想法 其实也许跟大部分台湾人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面临战争 我们会愿意保卫国家 我愿意啊 我愿意保卫我的国家 但是不是上战场啊 战场就苏贞宗去啊 就拿扫把去 我送他一只扫把 我赞助扫把 我觉得这种 不会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会期待战争的发生 我相信包含泽伦斯基总统 他也不会觉得 期待你最好来打我 太棒了哦 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可是在这个历史的渊源上面 确实所谓心仇就恨 这个太难去算清了 包含最近俄罗斯 争取加入北约 其实刚刚莎莎也提到了 乌克兰 对乌克兰对不起 争取加入北约 那当然会让俄罗斯觉得不爽嘛 那再加上这个 所谓语言上的限制 这个普丁不准在这个 对不起乌克兰 他不让在乌克兰的俄国人 讲俄语 甚至还把乌克兰语定为 他们的国语 那就这就被 这个俄罗斯认为说 你这就是文化 搞文化革命嘛 要切断这个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关系 那就让普丁非常不爽 好那这个泽伦斯基 他刚上任期 他的得票率非常高的 七成多嘛 73 73 所以他就修宪嘛 然后就想搞东搞西嘛 那就激怒了这个普丁 加上过去历史的很多 刚刚莎莎说打了八年的这个 这也不算内战吧 这个就是八年的这个 互相打来打去 这个乌克兰政府军 跟这个亲俄的民兵 在乌东地区打了八年 那刚刚莎莎也说了 我们没有打他们 乌克兰没有打俄罗斯 是俄罗斯打乌克兰 那乌克兰只是 想保护自己 想反击 来 两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啦 就是说 我比较在意的是 今天台湾 政治人物的反应 这是朱立伦主席 我是要称赞朱立伦主席 发表了这样的一个 这是他发的梗图 在脸书上面 那他是要告诉大家 台湾绝对不会成为 下一个乌克兰 好 那这是表示他 还有一点反应 当然今天最乌龙的 等一下 看一下 最乌龙是啥 最乌龙的当然就是 女朋友 我朋友 女朋友 我们的 韦哲宝宝 我的天啊 今天刚好是香菜日啦 对 讨厌香菜日啦 对 当然他发了就删掉了 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把乌克兰跟 我爱吃香菜放在一起 这个是我觉得我看过 小编发文 我讲这绝对会说是小编发文 最荒谬的一篇 你把一个悲剧 后面引申到去 一个什么国际讨厌香菜日 什么东西啊 这个我讲真的看到傻眼 好 但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就在我们刚刚讨论 跟莎莎连线的同时 我们的高雄 今天是高雄的市民日 它晚上9点45分 加场我们的高雄台湾灯会 的无人机 还有一个时间历时最长的 烟火释放 这是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的脸书 就是今天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烟火的灯会的活动 那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说 在台湾基本上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 就是说我看了一些政治人物的回应 很多就是说比如说柯文哲 我的心与乌克兰同在 然后呢我们为他们祈福啦等等 大致上这个调性跟美国总统拜登是差不多的 那像比如说 苏贞昌蔡英文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防治对岸的假消息 认知作战 所以我都在看说 这些我们的台湾的政治领袖们 是如何看待乌克兰这个事情 这我跟你讲 蔡英文从昨天中午11点37分 发布他们所谓的国安高层的四大指示之后 今天是苏贞昌是晚上傍晚6点03分说 他现在会要求各部会加强澄清假消息 防止境外势力操作认知作战 所以他提到的是所谓的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他没有提到这几个字 那就是针对这个啊不然呢 对但他强调就是说 在他们的眼中 在民进党政府眼中 现在是防认知作战最重要 就是说他们在意的是 对岸会用假消息来破坏台海和平 他们在意的不是 美国在这一次在乌克兰里面的角色 你要说是让乌克兰孤单面对也好 或是怎么样 他们不在意 那刚刚晚上的时候 其实从下午到晚上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在推特 发了一篇文章 为说全世界今晚都在为乌克兰祈福 所以就是不派兵 但我祈祷 对然后他说接下来就是我们全世界都严厉来制裁乌克兰 但他也没有讲说 俄罗斯 制裁俄罗斯 所以我们要帮乌克兰祈福 然后在心里面咒骂普丁 对然后因为AIT 因为AIT把这个拜登总统的 的这个声明把它转贴在他们的脸书 一群台湾的网友是去责备美国总统 为什么不出兵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那我们要是怎么样了 你会怎么样 老实说我觉得有时候 我觉得我刚刚为什么要特别讲掉 台湾的政治领袖们在这个事情上面 有一些地方首长我觉得没有反应没关系 放烟火这些就是台湾的日常生活 都没有关系 但国安高层就是蔡总统 苏院长 这些是目前能够掌控台湾 尤其是台海和平关键的人物 他们的态度特别重要 可是他们在意的是什么 认知作战 假消息 其实我有时候这个很好奇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透过这样子俄罗斯的 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到底民进党要传达给台湾 什么讯息 就杨明提到的所谓认知作战 他要认知什么 第一个层次叫做 因为我搞混了你知道吗 我怎么觉得民进党有些人在告诉我们 我跟你讲很可怕 你看你看他多坏 他会打哦 习近平跟普丁一样哦 会打来哦 你看很可怕哦 但是有另外一群人说 不用怕啦 有美国在他不敢啦 不用怕美国会帮我们啦 这两种说法都出自民进党 那你到底想要传达给台湾什么讯息 我不懂啊 你有些人告诉我们好可怕 普丁敢打 习近平也会 你看他们多坏 一样坏 极权政权就是这样好坏 那一部分告诉我们说 不用怕 他不敢啦 他输辣啦 我跟你说我们美国当靠山啦 习近平不敢啦 中党都不敢打来啦 放心啦 会打也是你在讲 你想恐吓我们 你就说会打 你想要说自己跟美国关系很好 你就说他们不敢打 都是你民进党在讲 那我请问 就像刚刚莎莎说的 我们台湾人要听什么 你没有一个领导人 然后站出来 传达证券的讯息给我们 我们要信什么 我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我们到底要 不要说依附哪一边 就我们在面对 也许未来可能发生的威胁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 抱着什么样的 情绪 或做什么样的准备 你看刚刚莎莎说啦 我们在乌克兰 对不起 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会打 我们都有准备啊 那所以我现在听你讲说会打 我回去准备 又听你说不敢 我再把准备东西丢掉 那我到底要不要准备 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 连民进党自己 都很混乱 混乱到没有逻辑的 一种言论 一种认知作战 所以我就想知道 所以民进党怕认知作战 那你对我们的认知作战呢 对 所以我刚刚强调的是说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要达到的是 他的政治利益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向心夫妇 还向心啊 一审无罪洗钱案 共谍之前一审已经无罪 从韩国一审总统 去到现在 他们还在台湾啊 对还在台湾 而且今天一审无罪嘛 然后还要限制出境三个月 因为还要第二审嘛 有够税啊 这个 向先向太太辛苦了 对但是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从2019年 这个选前的事情 到现在 两年多了 是啊 所以我才问你说 共谍 还在啊 共谍没事 洗钱一审无罪 还在台湾 那立强呢 在澳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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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就是我们的国 我讲我说这是我们的 现在政府的国际观 对 就是要营造两岸是一个 抵对状态啦 是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那你说敌对 那就是会打嘛 那你又告诉我说 这个你跟美国 关系很好 你超屌 所以有美国造台湾 放心他不敢打 那我到底要相信那个 中国大陆很可怕会打来的 的民进党 还是要相信那个 跟美国关系很好 所以大陆不敢打来的民进党 就这种事情 我觉得连民进党 你们自己都是错乱的 你们自己都没有一个 统一的说法 我讲这一次美国的动作 让民进党现在有点 我觉得是尴尬的 你算了吧 阿富汗那样的时候 民进党也没尴尬啊 阿富汗他会说 跟台湾不一样啊 那么现在 今天副委会也说不一样啊 现在他们也说 本质上不一样啊 对啊 算了 我觉得这个 待会我们这个杨永明老师 在线上我要请教他 我们要请教他一下 来我们要看下一张 来 这个 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嘛 这个泽伦斯基有讲了 他一开始是希望大家躲在家里 那后来说希望大家站出来 要站到一兵一组 所以他会不会离开 其实我不晓得 那新的消息是说 他已经宣布要跟俄罗斯断交 跟俄罗斯断交 然后大家想想看刚刚我给你看的画面 回想一下刚刚莎莎告诉你的 他们乌克兰的一般民众 现在有多么的惊慌惊恐 然后再看看这个画面 乌克兰一百大富豪逃到只剩四个 跑不了原因曝光 因为他们贪污腐败 然后被法院扣护照无法出境 你会是哪一个 然后今天我看到甚至有人在讨论说 那我们的官员呢 我们的总统呢 也会跑吗 前阵子不是大家讲说 你们到底在演练什么 是演练落跑还是在演练去 这个恒生指挥所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啊 今天泽伦斯基说我要留下来 那我们的领导人也会说他要留下来吗 这个就是当然是另外一个讨论的空间了 那主要是大家来看这边 过去 你们怎么没有放白宫的说法 过去呢 大家都觉得有美国在 普丁不敢 不敢造次了 那现在暂时发生了 美国该做点什么了吧 来拜登做什么 他说白宫的国安团队进行会议 拜登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了 然后讨论当前的 俄乌 乌俄 随便啦 乌俄局 这个局势 然后要跟七大工业国的成员伙伴 来这个视讯会议 然后说要对这个 俄罗斯进行严厉的制裁 然后要继续对乌克兰及其人民提供资源与协助 但白宫说 不会派兵 那你要提供资源 什么资源 什么协助呢 那像兵哥说的 等到俄罗斯打到了乌克兰境内 你们去煽动反抗势力 然后 这个持续攻击 这个支援他们的这个炮弹 这个火药 枪支 然后打到俄罗斯筋疲力尽 那靠着乌克兰人民的血跟汗 生命帮你清掉俄罗斯这个不论是在航太工业 在国防军事在经济发展上的大敌吗 这个也太可怕了 这也太可怕了 好另外北约 不要忘记了刚刚我提到了 其实这一次普京下了心要打乌克兰 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泽伦斯基上来之后 因为民调高 七成三成支持度 所以他去修宪 要加入北约 那北约 今天打也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 你要做点什么吧 北约说 我们没有任何计划 向乌克兰来派遣部队 然后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 俄罗斯你赶快停哦 不可以这样哦 你要尊重乌克兰哦 然后呢 然后就这样 没了 另外 这个乌克兰的外长 已经在求助了 所以俄罗斯以飞弹跟火箭锁定 乌国城市 还有多处的这个军事设施 拜托赶快提供我们武器 拜托赶快对俄罗斯 祭出毁灭性的制裁 好 这是 等于是这个乌克兰的 求援信号 但你看看 包含北约 包含 美国 甚至包含德国 包含英国 有人伸出援手吗 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要让他 直接请教我们老师 来 川普现在就告诉你了 下一个是台湾 乌克兰战争之后 下一个就是台湾 习近平跟普丁 就像双胞胎姐妹一样 你好歹说那兄弟吧 什么意思 人家是男的 习近平将把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行动 当作夺回台湾的信号 接下来将是中国出手 当然 如果我在 他们不会有机会 那很妙 台湾现在 意外成就解锁吗 因为我们居然在推特的热搜 登上第二名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 Ukrarian 乌克兰 我们是第二名 显示什么 显示在世界的眼光当中 似乎真的认为 乌克兰之后就是台湾 所以看到乌克兰被打了 立刻查到台湾现在还好吗 就我们在推特上 第二名 各位第二名的热搜 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所以到底台湾接下来怎么面对 来我们杨老师在线上 对不对 是 学长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今天没有办法请您到现场 感谢您在线上与我们相会 那刚刚其实 我们讲了很多 这个乌克兰的相关问题了 那我想我们观伦朋友 包含我们有些对岸的这个网友 也很关心 就说真的会是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真的如普丁所说的 我跟你说 台湾 next 下一个就台湾了 这事情真的会发生吗 这个事情其实简单一句话代表美国和西方所主导的 他的秩序 至少撞毙 甚至开始在瓦解中 也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跟西方世界在主导一个叫做国际自由秩序 或者这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一切已推进民主 然后呢扩大这些民主国家的军事的这种联盟 你看最近在印太地区 美英澳军事联盟 美日安保 然后呢更强化了许多的演习 甚至在南海 在东海 在别的国家的门前 这不就是同样过去这一两年 就在乌克兰在黑海 在波罗的海做的一样的东西吗 也就是2008的时候 同意乌克兰和乔蒂亚加入北约 发生2014的政变革命之后 美国继续不断的 在去年的上半年 军售乌克兰 然后呢 在乌克兰 在黑海演习 以及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造访基辅说 不能反对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 就是他要建构的一个叫做 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是以美国跟西方 这种意识形态为主的 然后呢 后来你看到了 就是整个民主峰会到现在 那古丁所给予一个当头棒鹤 也就是说 美国的整个 他的战略的拓务 跟外交的失信 在这一次完全的显露出来 外交的失当 他的战略的无能 他过分的自私 他的制裁根本没有用 制裁只不过是政治人物 对于做交代的借口而已 历史上制裁从来没有 这种经济制裁从来没有什么效益 显现的是避战 怕战 失去威信 白宫的发言人还大大大地说 只有26%的美国人 支持美国在现在的 乌克兰战争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还不是去参与战争 然后以这个作为他自己的战略 以及外交的依据 做总统我们靠民调做总统就可以了 这根本是遮羞布啦 这根本是遮羞布啦 对那西方国家现在面临到就是崩溃 因为 产现了他只能够做摇旗呐喊跑龙套的这个角色 然后呢过于民粹跟意识形态的这个外交 可是呢盲目的只好跟着美国 但是在阿富汗撤军之后 到现在很清楚 军事上再继续跟随美国的意愿 是非常的低落了 所以你现在 美国还想要在 不只是说宁太 现在如何去面对 乌克兰这个情势 就这两天 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 80年代末期的大使 他在上个礼拜就写文章 为什么拜登不能够去跟普丁讨论 如何安排 这个就是拒绝乌克兰 不得加入北约的这样子议题 那是不是就可以阻止战争发生呢 而相反的拜登 显然我们现在知道嘛 拜登手上拿到的情知 也许是普丁故意卸给他的 也许是美国真的厉害 果然照他这个情知的 这个显现的这个剧本走 所以拜登就知道说 诶 普丁有这个计划 有这个计划你就知道会发生战争 而这个战争的发生 当然不会如你预期能够控制的 因为你不是发动者嘛 那你为什么不在外交上 因为他知道 其实如果你愿意去跟他 在这个乌克兰这个 家喻北约的议题上 但是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他要选举 他要面对民粹的这种考验 你变成就是好像是那个时候 希特勒去占领捷克 然后呢签了一个慕尼黑协定 张伯伦从此被历史上定为是 衰竞主义者 衰竞不是衰竞的物质 不是真的衰竞 是阻止战争的发生 有时候没有办法阻止 在历史上 那个希特勒你永远没办法阻止他 但是呢今天普丁其实一步一步 他都走得很清楚的 他在今天早 就是今天的早上 乌克兰的早上 他是俄罗斯的早上6点钟 发表电视演说 乌克兰是早上5点钟 他发表演说一结束的时候 开始全面进攻 你看连早上6点钟 他又要用电视演说的方式 他说这8年我们已经受够了 整个乌克兰完全的这个军事化 倾向就是北约 以及对整个俄罗斯裔 俄罗斯语的这种迫害 所以类似像 所以他说这个反纳粹 反军事化 所以现在在乌克兰的这个情势 他已经是一个全面进攻 不是一个有电的出兵 我觉得外交的空间 目前是有限的 除非乌克兰要改变 可是目前看到 就是说有两个政治领袖 在做外交上的奴隶 一个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今天的下午 我们台北时间的7点半的时候 有跟泽伦斯基以及普丁有通电话 但是没有后续 然后白俄罗斯的总统叫卢卡申科 这次不是有俄罗斯的军队 从白俄罗斯南下吗 那一度又以为说白俄罗斯军队跟他一起 后来卢卡申科说他不会参与这样 白俄罗斯不会参与也不需要参与 白俄罗斯又主张说三个斯拉夫族的国家 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 一起来进行讨论 但目前仅止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没有真正的这样一个外交空间 我想外交空间等于真正就是说 普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乌冬他要占领 第二个他要改变乌克兰 第三个警告西方 但重点就在什么叫改变乌克兰 是占领改变还是政治改变 那是很大的差别了 如果是战争的话呢 占领的改变那就变占领型的这种战争了 如果说是政治上改变他 比如说换一个政府 或者是要求他愿意来协谈修改宪法 等等之类 然后让军事能够维持中立 那可能是他目前打的是瘫痪 看起来目前像是一个瘫痪式 全面瘫痪式的战争 那如果说外交上能 政治上能够达到他的目的的话 他就达到他的惩罚的目的 那最后就变成一个只是 快速出兵的瘫痪 然后呢达成一个惩罚型的战争 但得到他政治上的目的 现在就是不过现在看起来 折尔斯基没有那么简单的能够去退出 是老师那这个大家还是关心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俄罗斯 现在的情势 我们把它放到台湾来 当然我同意这个所谓这个俄罗斯不是台湾 台湾不是俄罗斯这样的说法 我完全同意 乌克兰对不起乌克兰 我今天脑袋一直跳出克里米亚你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奇怪 对不起对不起是乌克兰 其实我同意啦那其实包含 各位我觉得非常有趣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件事情 台湾人在解读 民进党在解读 国民党在解读 连中国大陆也在解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因为一般来说是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会是一个 这个比如说台湾人丢出来的 那大陆就是否认 没有没这种事 那台湾人就不断的去进行政治操作 可是现在这个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中国大陆也有说法 没有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如果你看到这一段话 你还会觉得华春莹是不是讲说 我们不会打你啦放心啦 不是 华春莹是说 你们本来就不一样啊 你是我的啊 乌克兰又不是俄罗斯的啊 怎么会有什么今日谁 今日他明日你 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这句话的解读在中国大陆是如此 那在民进党的部分 我举个例好了 王定宇 他说当然不一样 因为 这个他的说法是 台湾不会是乌克兰 但是中国大陆可能是俄罗斯 其实这句话我听不太懂 中国大陆如果可能是俄罗斯 那就表示他会跟俄罗斯做一样的事情 过来做军事上的行动 俄罗斯对乌克兰嘛 那中国大陆对谁 当然是对台湾嘛 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会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台湾不是乌克兰 所以是怎么样 台湾死更快 被打下来打更快 撑不了那么久 还是 所以王定宇的说法我听不懂 或者他的言外之意是说 我们不像乌克兰 乌克兰美国不会救 我们美国会来救啦 你怎么解读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我觉得台湾跟乌克兰 有太多相向的地方 而且越来越是 我们台湾应该要去警戒 或者是借禁的地方 因为他已经发生战争 我必须要讲了 过去这两个月 谁在打认知战 我觉得是绿营 因为你只要提到 台湾跟乌克兰的比较 那马上就开始在攻击你 或者反对你 因为你当台湾 当乌克兰发生这种情势的时候 你很自然就想到 在亚洲地区 同样美国也是拿台湾顶着前面 去跟另外一个这个强权 而且是显然是比俄罗斯 更为重要的美国的挑战者 对抗者 那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代理人 最前沿的这样这个就是说这个角色 那当然很可能就是乌克兰的这个翻版 很自然你会这么想 我们不是在搞认知战争 所以说啊这个台湾就是乌克兰 反而相反的是绿营这边 是不断的说 那种类比是错误的 攻击你自己心虚 因为了解到这种对比 在过去因为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啊 你只会觉得说会造成紧张 然后呢会造成整个情势的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但你要知道乌克兰事实上 已经是穷得一塌糊涂 欧洲最穷的国家 对不对 人口是在过去20年减少了1000万 就流亡到这个欧洲去 现在更多的流亡以及难民 然后呢 现在的整个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后 你怎么可能不去联想到 未来在台湾很多的层面 可能怎么样来的两岸的冲突和战争 时间点举行的方式效果会怎么样 我还是关心美国会不会帮 美国没有帮他们会不会帮我们 还是到时候美国一长说 我没有要出兵喔 没有我帮你制裁 我帮你制裁但我没有出兵喔 我们祷告祷告祷告 你看现在乌克兰旁边的北约国家 都说不会 对啊 你会觉得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 韩国会吗菲律宾会吗 日本会吗 你现在能够有这么高的把握 告诉我日本会吗 美国会吗 美国的话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根本是来不及 第二个是跟现在这个乌克兰一样 是没有意愿 他展现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就是 避战 怕战 他有军事能力 但是所有现在美国的这个总统 都不愿意再举行一个战争 虽然很多现在美国的这些学者说 啊台湾的战略地位不一样 我们是第一岛屿链 我们是半导体产业链 我们是民主价值链 把它叫做三链的这个价值 三链你看第一岛屿链 这是军事安全 半导体产业链 这个是科技 以及呢这个民主价值链 对但是我们依依得了 民主这样子链 这次就证明这是 民粹意识形态外交的这种 就是说高喊 但是没有办法变成实际的 动作的 嗯 半导体产业链 你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议题 会因为某一个护国神山而决定说 在停止对台湾的任何的作为吗 今天普丁都会这么做 对不对 而以中国大陆 俄罗斯的经济能量啊 只有意大利的一半 而意大利的人口是 这个俄罗斯的一半 嗯 俄罗斯是现在全世界第11大经济体 那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工业 或跟别的国家的怎么样弄 这个供应链的这种连结 他基本上就是输出电燃器石油跟小麦 嗯 然后可是中国大陆这是一个 不得了的就是第二大经济体 你看到整个疫情期间 美国的这种整个贸易跟进出口 都要靠着中国大陆 所以他能够去 这个影响的别的国家敢对他采取经济制裁的 以及他能承受经济制裁的那种底气跟能量 都跟俄罗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比乌克兰跟台湾 真的要找一个时间 好好来比较一下 谈一下 然后呢从各个层面来去解剖 我们自己如何在避免重蹈覆测 谢谢老师 对不起老师这么晚辛苦您了 改天再希望有机会您这个 能够在节目上跟观众朋友见面 谢谢老师 哇这个解说真是精辟 果然专业不一样 老师谢谢晚安 新年快乐拜拜 来 王定宇 不要去我再乱讲 看一下王定宇在讲什么 来 台湾绝对不是乌克兰 我同意 中国可能会是俄罗斯 我也同意 再两句话放在一起 我不同意 因为我听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嘛 要加一个横批啊 美国还是美国啊 对啦 台湾不是乌克兰 说得好 台湾绝对不是乌克兰 中国可能会是俄罗斯 而美国一定还会是美国 什么意思 就是美国还是不会来嘛 可是他这个话是会告诉你 美国不会来吗 应该说最大利益 还是以美国的最大利益 当然 但是我必须讲 其实我很难得认同川普的话 可是这一次我认同他的话 如果他在位的话 普丁不会有机会出手 对啦 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川普多厉害 而是川普不会像拜登这样子 拜登就是一下 你要加入哦 这我们来谈谈看嘛 可是实际上 他根本没打算让乌克兰加入 是啊 当然 可是他要一直拿这个吊杆 一直在那边吊 就让整人士金心痒痒 就一直说 要咬那个耳 咬那个耳 然后普丁在后面 普丁在后面 他现在很火 然后让普丁越看越火 才造成今天这个悲剧 如果是川普的话 他会怎样 他会直接了当告诉乌克兰 很简单 他说我不会帮你 除非拿钱来 因为我跟普丁是好朋友啊 我不要帮你啊 除非你给我好处啊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那特伦斯基拿不出好处给他嘛 那就开始附中嘛 就这样子而已 那就不会演变成今天这个结局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那刚刚杨永明教授也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也就是 在某一种程度来看 其实台湾跟乌克兰是很像 哪里很像 其实乌克兰今天 虽然乌克兰有权力争取他自己国家的自由 可是现在被泽伦斯基搞的 乌克兰只剩下两条路 你知道吗 一条就是芬兰化 芬兰化已经算比较好的路 也就是你未来签什么条约 要做什么事情 都要经过俄罗斯同意 这就是芬兰化 另外一种就是直接被俄罗斯吃掉 然后成立傀儡政权 这是更糟的一条路 现在被泽伦斯基搞只剩下这两条路 几乎不会有第三条路 没有第三条是 美国突然大发慈悲天降神兵 然后打败俄罗斯 然后收复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 发射两颗原子弹 因为泽伦斯基跨过那条线 OK 也就是美国跟北约都不希望你提出来的东西 你公然提出来 我要加入北约 可是泽伦斯基说 你们不是一直在那暗示我要加入吗 没有人家没有真的 人家是 人家是故意要去弃普丁的时候这样讲 这也太衰了吧 我跟你讲 其实美国对台湾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川普拜登也好 常常就说 我们暗示一下 台湾可以讲话讲大声一点 去跟中国大陆对象一下 我派官员去挺你 他去你那边去你那边 但是我跟你讲 台湾到现在我们唯一一个比 乌克兰厉害的地方就是包括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我们深深 民进党自己心头都非常清楚 那一条daylight是不能跨过去的 也就是你绝对不能讲你要台独 其实是完全一样 完全懂你意思 但是泽伦斯蒂跨过去了 就给了普丁动武的借口 就这么简单而已 这个好精准 同样的今天台湾如果 你看民进党到现在也不敢 以前在野的时候喊的跟什么一样 可是一等他执政的时候 永远是下个礼拜五在谈 这么简单 因为只要一旦你跨过这条线 抱歉 中共大陆就有资格主张说 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战 你改变现状喔 对啊你改变现状 你违反 就好像普丁是说 你违反2015年明斯克的结议 那他就说你违反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 然后这是我中国之间的内战 我们是内战状态还没结束 谁介入我打谁 就这么简单 然后北约 不要说北约啦 日本啊菲律宾啊 还有韩国啊 全部大家鼻子蒙蒙 我们严厉谴责这种行为 我们帮台湾人民这个在心中祷告 对啊 我跟你讲 恐怕日本 日本可能会叫一下 韩国都不一定会叫得很大声 菲律宾搞得连看都不可以声 你知道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谁说乌克兰跟台湾不一样 我是张阿婷 中天新闻祝福您 突然运转 扬眉吐气 好运旺旺来 说真话 真的很酷 发现真相 真的很酷 身上真意 真的很酷 传递善良 真的很酷 具处编剑 真的很酷 这是我们一起正在做的事 在中天新闻网 ctinews.com 線上见 来自菊岛的尊容味蕾饗宴 澎湖浮蓬洗来灯 五星严选顶级海黄干贝XO酱 极致口感鲜甜海味 严选新鲜顶级海鲜 有肥美鲍鱼 新鲜大干贝 高档石斑鱼 密质独家配方 拌面拌拌入菜都适合 一瓶在手 五星料理马上拥有 快点购独家组合热麦中 上网搜寻快点购 海黄干贝XO酱 美味送到家 清理池 在台湾的中心 也有偽出国的感觉 四面环山可以说走就走的森林之旅 南投好山好水好 好不无聊 旅途总是要有惊喜 2023与您相约 南投登会 我是洪淑芬 中天新闻祝福您 揚眉吐气 事事如意 好运旺旺来 2023迎新年 玉兔迎春欢聚团圆 新年后岁走春榜友 公布年货伴手礼 竟在快点购 新春假期快点购新年指定专区 消费满额赠送会员点数 即日起到1月30号 记得上快点购 买年货 过好年 享好康 我是林佳元 中天新闻祝福您 揚眉吐气 吐来运转 好运 旺旺来 它是澎湖福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